我是建議馬總統他兼黨魁也兼立法院的黨鞭 因為他們現在最擔心的應該是 縣市長的這個提名作業是不是會失控 那更擔心他要推動的一些政策 在立法院是不是受到一些阻擾或是貫徹 不夠徹體 所以不只是黨主席嘛 現在黨鞭他的黑手也都進來 所以他可以身兼三職 李先生講的是有點酸 當然叫馬英九去兼立法院的黨團這個不大可能 可是他講的兩個都是很重要沒錯啊 縣市長選舉這個跟以後整個行政力業的這個配合 是兩個重點沒錯啊 我想我們當然很感謝李俊宜委員的關心 不過其實馬英九先生兼了黨主席之後 是真正政黨進和的一個開始 民進黨應該要仔細看國民黨未來的發展 如果馬總統兼了黨主席 他能夠貫徹他一貫的清廉的價值跟理念 國民黨能夠走向一個脫胎換骨的境界的話 那麼民進黨就要警覺 他要如何才能夠重新把政權拿回來呢 那麼其實在去年在某一個場合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跟總統談到這個縣市長提名的問題 我還記得當時 馬總統就對於清廉的這個價值他非常的在意 他就認為說政黨究竟是不是一個選舉機器而已 過去這是大家老生常談說政黨就是選舉機器 可是他不這麼認為 他認為政黨就是一個產生政策提出理想 提出優秀的這個政治家 然後推動國家往前走的一個機器 這才是一個政黨存在的價值 跟原先大家認為的政黨的選舉機器是有很大的落差的 如果政黨是一個選舉機器 那我們就是以選舉的勝負來定輸贏了 選舉要選贏再講 可是過去長久以來 很多政黨就是因為以選舉的勝負為主要的目的 所以他就跟很多會當選的 可是也許理念跟形象 並不是這麼一致的候選人屈服了 可能跟地方的派系 跟地方的一些政治人物屈服了 所以政黨在為了求取勝選的過程當中 我們失去了很多 我們做了很多的交易 把我們很多的理想跟堅持都放棄掉了 那麼當時我還記得總統他認為不應該這麼做 然後他認為說 這個國民黨不能夠走向這條路要改變 所以我還記得那個時候當他提出來的時候 就很多人懷疑說可能嗎 國民黨有國民黨的遊戲規則啊 有很多人可能在黨內很有實力 他黨內初選能夠贏啊 那如果他黨內初選贏了 你能夠不提名他嗎 或者是這個人明明就可以選上 我們要放著一個可以選上的人 然後不提名他 然後讓他可能被挖角 或者讓他以武黨籍參選當選嗎 可是當時總統很堅定的講 其實現場很多人就滿質疑的 可是走到今天我認為 總統是一個很堅持理想的人 他去年所說的話他今天都做到了 不是 我覺得孫委員 你把這個事情講得太臭相 我很具體的問啊 我很具體的問 那經過這一關以後 為什麼說快刀斬成亂嘛 那請問雙手掌制是什麼 我要問雙手掌制你應該怎麼運作 你兼你兼了黨主席以後 你是不是走向總統制還是你有時候總統制有時候雙手掌制 那臺灣今天的情境是走向這個總統制的時間嗎 你已經這樣決定了嗎 你在整個 你為什麼不從 不管是有人建議國事會 不一定是要國事會 你總是要從這個社會的能量裡頭你去尋找嘛 現在你這樣做是不是違反整個民主跟整個大潮流 我講的轉成亂馬是這個意思 我知道 現狼在講的是整個制度面 我們現在就是要先鎖定某些地方 像沈醫師 現在有一個大的問題 以前民進黨為什麼要在縣市上 常常可以打敗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很多跟派系結合在一起對不對 跟黑金結合在一起 馬英九是清楚跟你講 花蓮已經黨內出勤幫你停下來 這兩天他連引領線都下去在處理 那以後國民黨的 如果提出來的人是比較清新的 民進黨怎麼可能有機會重新執政 我覺得我們談的有一點亂 因為譬如說吳克欣談到溝通的平台 我們也談到這個以黨領政 或是這個憲宏講到說 黨其實要漸漸退出民主的進程 這個我們等一下才討論 因為你現在問的問題 就是說提名為什麼國民黨 過去屈服於地方的惡勢力 而不得不提那個人 因為他怕輸 因為他怕 而且以後除了馬英九以外 一些現在還是有頭有臉的人 他本身的過去的背景 已經各自那些地方勢力 比如說水利會 農會 或者什麼 都結合得很緊密 他不能得罪 他們是共生體 你知道嗎 但是我是覺得馬英九 如果有魄力的話 其實他有足夠的本錢 稍微得罪一些人沒關係 因為這些人其實你如果 萬一不幸輸了 但是其實你輸得不多 但是贏得人民的敬意 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跟當年 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 其實也很不一樣的 當初這個蔣經國 那些李登輝是為了拉攏地方 是不惜是讓他稍微腐化 但是現在我覺得其實都變了 因為他國民黨 拘泥地方派系的依靠 其實才是民進黨 竄起的原因 那現在民進黨竄起的話 就靠這個東西的話 我覺得也是差不多 國民黨也應該時候到了 我覺得大家應該要來比賽 誰能夠用快刀 斬這種腐敗的地方 連敵我們就做主任 到時候再看兩黨提出來的候選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情形的 國民黨的確是一個政治怪獸 他有中國宮廷 有列寧政黨 有台灣地方派系 這個匠幹文化 他的經典製作就是公元2000年 因為黑金政治浮發到幾點 政黨問題 這個教訓 國民黨應該八年後還要銘記在心 所以這一次的縣市長提名候選人 是國民黨重新執政以後 一個非常重要的訴求 你的候選人的品格 會影響國民黨的本質 跟未來發展 包括整個台灣社會 蔣經國在吹台經政策的時候 當執運者是罹犯 他所提拔的縣市長或官僚系統 現在三四十年後 大概七十歲 我認識很多 絕大多數都是全身而退 基本上沒什麼弊案 就是他七十年代所培養的 那些官僚或縣市長 你可以想想看 涉案的不多 就是說蔣經國 當然是威權時代 他非常重視青年 以至於人才沒有幅化現象 李登輝他進入國民黨體系 為了對抗非主流 他必須把台灣民間力量 地方派系引進來來對抗 包括財團力量 這衝脹結果 當然就產生黑軍了 所以馬英九今天面對的是 你怎麼從 這個過去的李登輝體制 跳脫出來 濟取公元2000年 失去政權的教訓 一心耳目的縣市長候選人 也不要忘了 這怪獸是擺足之蟲 死而不僵的 東風吹戰鼓雷 大家不一定把你馬英九當一回事 大家打來打去 不是把你黨主席當一回事 跟蔣經國李登輝是不一樣的 那麼這兩股絞勁 你的就是馬英九的意志力 他的領導力 跟國民黨內部地方派系的反撲力量 這個絞盡結果 我們不知道 但是我認為馬英九的個性那麼軟弱 我還是打一個疑問句的 你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嗎 你敢用黨計嗎 這一點有待大家來檢驗 所以馬英九撐不撐得住 這個還是要畫一個問號 今天有一個重要的消息 雲林本來國民黨是誰 許舒博跟張立善對不對 現在發現說馬英九跟吳敦玲他們都去協調了 今天許舒博出來宣布說他讓給張立善來選 這不是只有之前看到什麼傅崑奇沒有選的問題 現在連許舒博這都是得罪人的事情 其實坦白講 我們過去常常有人用這個他在當在野黨主席的時候 去幫那個基隆市長站台後來出事了 幫這個台東縣長站台後來也出事了 來說其實他是沒有什麼擔當的人 我覺得這是在在野黨的時候 可能有必然必要之二 他必須要去鞏固他的地盤 鞏固他的政權他必須要去被別人拖著走 去做些什麼事情 可是當了總統一年了 他也看清楚這個局勢到底怎麼樣 我一直一直覺得他在過去選總統的時候 他曾經講過一句話 當他去long stay的時候 他發現其實國民黨的政權的地方基礎 跟民眾的喜好跟民眾的要求 是有很深的裂痕 這個對他這個選總統的那個過程當中 是很深的教訓 所以坦白講 我認為他這次再回來接黨主席 自己的心裡面應該有很深刻的感受 但過去這年大家也看得到 他的魄力不是很夠 那魄力不是很夠 當然有他個人的因素 也有機器的因素 也有這個權力行使的因素 可是當他進入黨變成黨主席完以後 他沒有退路 他就必須要去把他自己真正內心 說想要到的那一個他要塑造出來的 所謂領導者馬英九到底怎麼形象 他要我們清楚去告知 今天許素柏 許素柏出來講這個話說他退選 可能是在鋪排他為了當黨主席 所塑造出一個比較好清新清廉的氣氛 這個如果能夠繼續下去 對他來講是加分 但如果只是一個鬥點而已 對他來講 可能必須要克服的問題更多 我一直期望他能夠找回 他自己當法務部長的時候 他的那個魄力跟決心 因為那是曇花一現就不見了 那看到這一年 他沒有把這個魄力跟決心 很勇敢的表現出來 他現在有這個完整的權力 他就必須要去做這件事 好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聽他的聲音 所以不要看 好像只有欠退什麼一個人兩個人 這每個地方的派系力量都是非常大的 馬英九真的撐得下去嗎 我們也聽你聲音馬上回來